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我宋坎大三 现代人呢,对啃老这件事情和以前不同了 以前都觉得啃老的孩子没出息 怎么这样呢,丢人是不是 现在觉得年轻人啃点老啊 也可以理解了,也都私从见惯了 甚至有的人年轻人觉得 啃老,啃老正常啊 说明我有这条件呢 我父母挣的钱,他不给我花给黑花 给你花呀 你这么那么大脸的,对不对 咱有这条件,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 但是呢,现在有一种啃老的人很有意思 什么有意思呢,就这部分人呢 虽然做着啃老的事 但是从来不认为自己啃老 这部分都是什么呢 父母呢,并不是条件特别好 当然有退休金啊,怎么样啊,几千块退休金啊 可能大部分也可以给这个孩子花了 但是这个孩子觉得,这个不算啃老 我父母这个钱 我呀,就是父母耽误我 真的是,我花他这点钱 我不想花他这个钱 要没有父母呢,耽误我成长了 耽误我发财了啊 但是这种人直到有一天 真正到了没有父母可啃的日子 父母去世了 他们没老可啃了的时候 这个才时候他们才会体会到 哎呀,有父母多好啊 有父母可啃多好啊 没有父母可以啃的时候生活多么艰难啊 有朋友说有这样的人吗 哎,真有 真的,我身边就有真实的例子这样的人呢 谁呢,是我一个亲戚 而且和我很近的亲戚 谁呢,就是我大爷家的孩子 我叫大哥啊 那是唐哥嘛,亲唐哥啊 那非常非常亲近 我们是一个姓的哦 他凭我大几岁,今年53了 他年轻的时候,家里条件还是不错的 怎么说呢 像他这个年龄,家里是独生子的 很少的,那个年代很少的 我当时也不那么明白我大爷家怎么是独生子呢 你看五十多岁现在都还独生子的 所以说别人家都是几个孩子的时候 他是独生子 那么他家的经济条件呢 哎呀,家里的照顾方式啊 各个方面呢 哎,生活水平啊 都比同龄要好很多 所以他从小啊 哎,算是衣食无忧吧 过得还挺好啊 但也也养成了一些稍微有点的坏毛病 啊,就像咱们现在说的 有那么点好吃懒做 但不过分啊 然后呢,吃不了什么苦 也没干过什么活 就这样一个我大哥啊 然后呢,后来他结婚 结婚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离婚之后呢 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也不能怨谁 离婚了之后呢 他前妻呢,就带着孩子上北京了 也在那边生活了 他就自己跟他父母生活 但也还行 偶尔自己干点啥 小东西 然后呢,父母再资助他点 生活还算过得去啊 后来呢,他母亲去世了 也就是我大娘去世了啊 然后就他和我大爷在一起生活 我大爷逐渐年龄大了 身体就不好了 随着这种时候 我大哥呢 这边照顾我大爷 偶尔做点小装修活 啊 十天八 有时候能早到做一点 有时候都做不着了 就这样 但是呢 我大爷那边每个月 大概有四千多块钱的退休金 嗯 在我们这个城市 他偶尔一个月还能赚个一两千块钱 大家这四千多块钱 我大爷又花不了什么钱 哎 这还活得还行 日子过得还行 但是呢 每次在一起啊 这吃饭聊天的时候啊 比如说总疗 我说 我也好 我姑他们也说说 哎呀 这你爸活着啊 你这挺好的 哎呀 不愁吃不愁酸的 嗯 每次我大哥都腰头不满意 我大哥经常说了 哼 什么 跟你讲 这就是我老爷子的 我得照我 要没有老爷子啊 我早就自己干我这行啊 我就忙了 我就挣挣钱了 对吧 有他 我都没有时间 我抽不出时间来呀 有的活啊 给了都不能干 少挣老了钱了 哎呀 没办法 哎呀 给感觉是什么呢 虽然现在花楼老人退休金 但绝对不是因为我啃老 如果没有老人需要我照料 我早就挣钱 挣大钱了 我早就怎么怎么样了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吧 但是毕竟是大哥嘛 咱也不能说你什么 是不是 或许 我在想或许你有能力 真是就是就被我大爷牵绊掉了 是不是 后来呢 大概三年前 我大爷就去世了 随随便大了嘛 就去世了 哎呦 这我大哥呀 我大爷去世刚开始挺好的 为什么呢 包括收账费呀 我大爷手里还有点钱呢 怎么怎么样呢 手里还有点钱 哎呦 我大哥活得挺潇洒 活得挺好 但是呢 随着日子过 这点钱的不仅花呀 花差不多了 过了一两年之后 就会发现比较困难了 因为怎么呢 像我大哥这个岁数 挣钱比较费劲了 尤其在我们家这个城市 尤其他以前又没干过什么 又要点面子 又想的什么 哎呀 这日子都不好过了 那就有点难了 这点就觉得了 哎呦 那要是每个月 有我大爷那点退休金 那 他每个月都来钱了 那吸水长流啊 倒号就给钱 倒号就给钱 你就乱花的空间也没事 可是现在就不同了 你挣不到钱 真是不行了 后来呢 我大哥就把那个 他这个家里唯一的小房子给卖了 呃 我们家里面房子又不值钱 妈在一个有点老 呃 卖了二十来万吧 好像是 不到二十万 给卖了 卖了之后呢 你说卖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他怎么办呢 呃 他有个朋友啊 在国外啊 打工 在意大利 然后说他可以去 然后他就找人啊 办理啊 去意大利了 有人说了 呦 那去意大利花不少钱呢 没花到钱 好像花几万块钱 有朋友说 怎么那么容易呢 不是太正规的乞到走啊 我不细说了这里啊 反正大家明白就行了啊 反正就走到那边了 到现在已经去了 有快半年了吧 啊 有快半年了 我们也给我打个电话 我们也联系啊 呃 挺苦 挺累 但是还行 至少安顿下来了 安稳下来了 但是他那种情况呢 正的肯定是 不是没有人的别人多 然后呢 又非常苦 非常累 像我大哥这种 以前没干过什么活的人 确实受了不着苦 但是也没办法 现在啊 你这个时候 你不吃点苦 怎么办呢 对不对呢 所以受了点苦啊 大利花 所以来说 确实很苦 很累 这点才知道 哎呀 当时啊 你这儿隔世 你说他父亲每月四千多块钱的时候 他要好好干 多干点 给自己留一点 怎么怎么样 多好日子 这就是我说的啊 没有父母可啃了之后 这才知道生活多么艰难 多么费劲 他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嘛 都是在想 就想干几年 攒点钱 啊 晚上就回来 但是也不容易啊 他那活的呢 过几年 他不一定能干懂啊 但是确实也不容易 你看就是挣点钱 回来了 你再买个房 基本上也剩不了什么东西 反正挺难的 不过还好啊 我大哥那这儿 都经过我们劝嘛 玩什么的 他说 养老保险在交的 现在也在交的 现在呢 他家 他这边呢 钱把那边邀回来之后 直接那卡就扣养老保险 这样的话呢 等他六十之后 还有个保障 所以说呢 他准备干到六十 就回来 不过怎么说吧 他这几年 要吃很多苦 要遭很多罪 挨很多泪 但是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举这个例子 并不说我大哥怎么样 我只是想说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当你有老可恨的时候 他不觉得这是啃老 他觉得 我们要这个我也一样 但是真的当父母走了 真的当没有父母 可恨的日子里 真的就知道了 生活多么简单 你说是不是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师看纳三 小朋友们喜欢老叔 关注老叔 咱们下回见 拜拜